图为猪港澳大桥 近日,据媒体报道,经过近十年的不懈努力和数亿万计的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又有一项世界性的超级工程成功在中国人的手中完成,这就是港珠澳大桥顺利完工,这是中国制造的全世界最长的跨海桥梁,从此以后从香港、澳门与内地之间的通行时间将大大缩短,而且再也不用那些费事的轮步了。 韩国人甚至感叹道,中国打破了世界上的最高纪录,这座大桥也成为了所有中国人的骄傲,不过,欢庆的盛宴中总会有些不和谐的声音,有一些新加坡网友就表示,中国在这座大桥上花费的资金足够建造几艘航母了,建一个世界第一的大桥实在是不合算,除了得个名头以外没什么用,是劳民伤财的举动,之所以会有这种言论。 除了标准的酸葡萄心理之外,更多的则是小国寡民的无知,图为建设中的桥敦。 确实,这座大桥消耗了不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它带来的影响力和经济效益绝不是几艘航空母舰可以比的。 首先,这座桥的进程标志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科研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工程设计领域已经到了世界前列。 它创下的多项记录大大的长了国人的志气,增强了中国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代表了中华民族不畏惊险,既往开来的精神。 这座大桥不仅是一个链接两立的通道,更是中国人的蒸汽桥。 其次,大桥建设的时候需要大量的人员和物资,这不是一个地区可以解决的,需要全国数千家单位的共同努力。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工人积累了大量的技术和经验,验证了很多设想。 最主要的是,通过该大桥的建设,从而锻炼出来了一大群技术人才。 这一切为中国今后国内的建设以及国外的贸易往来都有很大的帮助,图为诸港澳大桥在建设的状态。 最后,大桥建成通车后将成为香港、澳门和内地之间的一条大动脉,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技术、人才等领域的来往将更加便捷。 要知道,中国可是打算将整个珠江三角洲打造成面向全世界的超级城市群和国际性港口群的,而贯穿三地的这座大桥则是这个计划中的重要一环。 所以,对于什么造大桥不如造航母的言论,只能说讲这话的人过于无耻和短视。 这座大桥宫在当下,立在千秋,虽然看起来没有驰骋大洋的航母霸气,但却可以实实在在地造福于万民和国家。 当然,中国现在也没有停下航母的建造,毕竟经济均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作者,于大嘴。 据央视网11月21日报道,在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下,中国与菲律宾于20日签署了政府兼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21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期待双方海上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推进,早日取得汇集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成果。 同时,中方也期待与其他南海沿岸国就开展此类合作继续加强沟通,使南海成为和平之海。 有一只海,合作之海,自2016年杜特尔特上台后,菲律宾频频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中非两国关系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由对抗开始走向相互合作,双方在经贸往来,投资上取得巨大成果。 在引起两国争议的南海问题上,杜特尔特不再坚持前任政府投资的非法仲裁结果,出于国内能源短缺问题,以及全球石油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菲律宾县政府开始放下执念,迫切希望与中国合作开发南海,以解决能源短缺问题。 位于菲律宾本土近海海域的马拉帕亚天然气田,是菲律宾主要的天然气开采基地。 该基地为菲律宾解决了30%的电力需求,但这块天然气田预计将在2022年开采枯竭。 菲律宾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找到新的油气田填补需求,届时要么付出高昂的进口费用,要么经济发展因能源短缺陷入困境。 虽然菲律宾与中国只签署了联合油气勘探协议,而且在正式协议签订之前,这份谅解备忘录并不具备法律效力,甚至可能随时退出该协议。 但是退出协议付出的代价是菲律宾政府承担不起的。 能源危机将给菲律宾政府带来经济发展放缓,社会矛盾激化等一系列危机。 之所以那么多国家基于中国南海,不仅是南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还因为南海有助丰富的矿藏,特别是油气能源等重要战略资源,面对南海争端在域外国家插手而日益复杂的现状。 中国外交部在今年4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最终解决南海争端之前,中国愿与有关各方在各个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包括搁置分歧,共谋发展。 这就是中国政府向南海周边国家释放出的一个信号。 只要放下承建,中国可以和周边国家共同开发南海资源,共同发展。 这对菲律宾来说,是一个重要机会,要发展还是要对抗,全凭它自己选择。 毕竟,目前中国对南海的管控力度和手段都得到了强化,像以前某些国家拉拢国际能源公司的盗采行为再也不会轻易得手。 诚然,与菲律宾合作最大的问题在于其政策的不确定性。 由于历任总统立场不同,菲律宾与中国的关系摇摆不定,比如说亲美的阿基诺三世在任时,中非关系极度恶劣,而注重菲律宾现实利益的杜特尔特上台后,双方关系明显改善。 杜特尔特非常明白,中非关系和平稳定才能促进菲律宾繁荣发展。 外部势力插手中非关系,只会牺牲菲律宾人民的利益。因此,菲律宾要发展,必须将外部势力摒弃在外,中非签订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为下一步共同开发南海打开了契机,也为菲律宾解决能源危机提供了不二选择。 如果菲律宾继续拉拢外部势力插手南海,必然会使中非关系再次受到冲击,共同开发南海工作也会停止不前。 在马拉帕亚天然气天即将枯竭的现实面前,菲律宾耽误不起,优先发展对华关系才是菲律宾最佳选项。 在菲律宾的现实利益面前,外部势力插手南海问题将越来越难。 巴基斯坦人,纵观世界的发展,你能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国家,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如今已经自信地屹立于全球强国的队列当中。 中国,尤其在近年来,中国在各个领域呈现井喷式的发展,不仅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它的成长史确确成为了世界各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有巴基斯坦媒体表示,在过去的69年里,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随着与各国的关系逐渐数落。 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不仅发展了自己,而且为世界做出了贡献。 从各个方面来说,中国就是一个成功面袭的故事。 同时,在巴基斯坦看来,中国经济走廊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巨大机遇,不仅稳定了巴基斯坦的经济,而且为本国人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不过,最能体现中国完美逆袭的是其军事力量,近年来中国最先进水平的兵器先后亮相,不禁让世界惊叹中国制造的不俗实力以及整个中国的无穷潜力。 特别是在2017年,可以说是各种黑科技景横发展的一年,足以让各国大饱眼福。 第一艘国产航母 第一,2017年4月,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正式下水,人民海军终于迎来一艘真正意义上,完全具有自主智慧财产权的国产航母,打破了在西方国家严厉只能靠引进他国航母,保持海上战斗力的中国的传统印象。 在当时许多军迷关注驻制艘新航母的一举一动,包括西装、上漆、下水等,二新航母的下水意味着中国成为拥有独立研制建造大型航母的国家,也是中国海军发展的又一新里程碑。 第二,2017年5月,世界上第一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在中国诞生。 有外媒认为,该计算机是中国攻克技术难关的成果,其科技意义并不亚于一枚核弹。 如果把传统计算机的运行速度比作骑行车的话,那么该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就好比开飞机可实现各种国防科技运算。 055型驱逐舰 第三,2017年6月,中国首艘055型驱逐舰在上海正式下水,这同样是一艘由中国完全自主研制的新型万端级驱逐舰。 在当时英国媒体就表示,055型驱逐舰将是中国海军能力最强的水面战斗力量,足以被中国视为最先进的052D型驱逐舰的升级版,而它的下水是中国海军战略向深蓝海军迈进的标志性事件。 德国媒体表示,中国军事装备的进一步发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毫不夸张地说,如今的中国军队可以与世界上的任何军队匹敌,甚至在世界眼里,中国军队就是一只当之无愧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 总的说来,中国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稳步扩大,让世界各国能够清楚地了解中国的存在。 如果中国完全按照这样的模式发展下去,未来是非常值得。